人民日报点评歌手2024 句句说到国人心砍上了 难怪都说歌手2024播了之后 其他殷宗都黯然失色了 看看这节目战报 各校数据一气绝成可谓涂绑了都 才第一期就火边前往啦 歌手2024首播 没有如此战绩 独守国门的那鹰功不可没 大家伙玩梗玩得不亦乐乎 但节目火的不该只是大战洋人的五行老人那鹰 还有吴修英的直播舞台 因为这样的直播竞演形式 可不是在迎合观众 而是在开创 以至于让人有种暴改华语乐坛的爽感 何谓暴改华语乐坛 我想正如人民日报所说的那样 人民日报点评歌手2024 去掉修士 显化包装 在滤进横飞的当下 这样真刀真枪的比拼 怎不令人耳目一新 人民日报真是说到国人心砍了 是啊 真诚永远都是第一批杀技 该街折秀部的何止华语乐坛 不知从何时起 那一流行起了啥都在造假 唱歌要变音 修音 甚至为了利益 可以默需假唱 演戏要滤镜 替身 假吃 啥都要经过包装 才上荧幕 这次歌手2024 以直播敬人 真是一个好的开创 华语乐坛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领域 网友说 因为修音假唱风气的盛行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观众接受不了真实的Vocal 听惯了美言后的人声 认为Live就应该那样无瑕疵 就像美女就该皮肤淋毛孔一样 这次的歌手真的太不一样了 以往的歌手 大家都质疑修音 为什么会质疑是因为平常唱得好完美的 一道歌王之传的Live就拉胯了 这次要不是第一名 第二名的外国歌手 吻得一匹的Live输出 口碑大逆转 大家也不会那么疯狂开始审判起华语乐坛 所以直播敬演的方式 不光是一种形式 更应该是要成为一种潮流 这种直播形式有多好 可以扯下很多人的遮羞布 避免后期修音 过度剪辑 甚至一些假唱的风气 于参赛的歌手和华语乐坛都是好事 于参加的歌手而言 是勇于直面自我 也是很好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节目里看到中外歌手们 相互惺惺惺惺的画面 真的非常和谐 随伴尤容 歌手们抱着互相欣赏 相互学习的那个态度 去进行PK竞赛 而不是单纯为了热搜 为了热度去参加一个综艺 这才是鲜活 有正能量的乐坛模样 于华语乐坛而言 是敲打意识鞭策 此次外国歌手实力上的降维打击 对华语乐坛 敲响了警钟 没有压力哪来动力 就应该多来些大神 搅动国内这一滩浑水 以往的流量歌手 靠脸吃饭 实力歌手默默无闻 这种不公平 不利于艺术繁荣的分器 早该终止了 看看现在的华语乐坛 年轻一代 能打得寥寥无几 却靠着流量 依旧在吃香 网友说能打的 还是90年代那帮人 新生代太断层了 和网红歌曲的崛起 也有关系 音乐人不需要靠唱片公司 用专业性的角度去挖掘 这样的剧情发展 早该终止了 音乐应该是追求真善美的 歌手就应该情练基本功 不能沉迷修音的遮羞布 缺乏文化自信 被虚拟假裆之风 牵着鼻子走 所以大家骂华语乐坛 也是想看它们支伦起来吧 不只是歌手 演员也一样 不行就多努力多练 要敢听真话 做出改变提升自己业务能力 说出的话 就要去做到言行一致 所以 请歌手2024再接再厉 歌手2024 17位歌手申请出战 三位公愿适合 更适合的有八位 歌手2024播出后 热议 网友认为 其他歌手实力不足 仅纳一能战 网络歌手纷纷自见蹭热度 但节目强调音乐专业性 韩红 黄丽玲 李嘉薇被公愿适合 网友还呼喊 邓紫棋 张亮莹等女歌手 及林静杰 王丽红等男歌手就场 期待有实力和知名度的歌手 后续踢罐 歌手2024播出后 一直被网友吵得沸沸扬扬 总结成一句话是 五薰老太守国门 因为国内的其他四位歌手 都不是很难打 被网友誉为音乐节歌手 和红白喜事歌手 门站的只有纳音一人 这个消息一传开 很多网络歌手也开始蹭热度 一直在自见自己 有的完全没有任何知名度的 都想借着这个节目活一把 秀了自己的高音 要知道这个节目 一定是有很强的音乐专业性 不仅仅光是高音就可以 已经有 韩红 金炳佳 孙一鸣 阿丽影 黄绿玲 江应荣 王熙 娄一霄 NoNo 金任吉 张可轩 李嘉薇 刘美玲 罗奇 黄盖乐队 常思思 阿达娃 熊汝林 17位歌手自见了自己 其中有三位网友公认适合 第一位就是韩红 可以带着各种音乐元素 吊打对手 韩红其实有一个女同身份 他还会说唱 他还有说唱的歌曲 和说唱的音名 所以韩红来 可以给对手一些震撼 第二位黄丽玲 他的音乐技巧 也是有目共睹的 当年在歌手翻唱的爱 还有他自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等等歌曲 都是音乐技巧十足的歌曲 第三位李嘉薇 煎熬的原唱 煎熬这首歌曲有多难唱 凡是听过这首歌的人都应该知道 网络公认音最高的两首歌 分别是煎熬和左手指乐 所以李嘉薇也很适合 但相比于这些自见歌手 网友们呼喊声音更高的 还有八位歌手 女歌手中 邓紫棋的呼喊声最高 她的技巧和实力 是这几年音乐作品有目共睹的 张亮影的哨音 也是一大杀手锏 隔壁浪姐的尚文杰 也是网友呼喊的对象 唐薇薇的音乐技巧也很强 这几位女歌手都非常适合去救场 当然如果李文在 应该是女歌手中最适合的 男歌手中呼声最高的是林静杰 每个人都在呼喊林静杰 她也是近二十年来 男歌手进步最明显 翻唱作品被传唱最多的歌手之一 她的优异之处不仅仅是高音技巧 还有很多怒音转音 头声和鼻枪音都运用得非常好 应该是最适合去吊打欧美歌手的 第二位就是王力宏 王力宏的音乐技巧性很高 从她和谭薇薇的缘分一到桥就可以听出来 她的转音和怒音 不是每个男歌手都能做到的 第三位是华晨宇 尽管她参加过歌手 但是懂声乐的人都知道 她的音乐性很强 无论是不是做法 她的高音技巧都很难被模仿和超越 第四位是周深 周深一方面是她的高音部分和美声部分很优美好听 另一方面就是她音色的部分很秀可以有多种音色发出 这是足以能震慑老外的 歌手2024重点一定是歌手的音乐专业性 如小沈阳所说 不是能唱高音就可以上 技巧和专业都很重要 并且还有自己本身具备一些国民度和知名度 网络上侧流量的就不要硬上了 否则也会踏上天天斗手的老路 如同网友给出的评论 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你们最期待哪位歌手可以后续踢管呢 歌手2024第二期歌单 二手玫瑰再开大 杨成林翻唱林静杰 歌手2024第二期歌单曝光 歌手们需翻唱他人歌曲 外国歌手限季 国内歌手压力大 纳英 汪苏龙 海莱阿牧选举机挑战 二手玫瑰选扫作纵获引真意 杨成林翻唱林静杰歌曲 挑战大 第三期歌手踢管更精彩 可关注直播节目获取更多内容 歌手2024第二期歌单曝光 大家期待的二手玫瑰唱瞎并没有实现 毕竟歌手每期唱的歌曲 是节目组会有规则的 第一期是唱自己的歌曲 第二期所有歌手都需要翻唱别人的歌曲 两位外国歌手演唱的歌曲分别是 Shanchi翻唱歌曲Superwoman Bawzia翻唱Satfire to the end 又是两位外国歌手各种炫技巧的时刻 相信这两首翻唱 会再次给国内歌手一击 也正是第一期直播后 网友的各种评论 让第二期的歌手选歌格外有压力 必须要拿出实力歌曲的时候了 不能再委婉地唱小情歌了 高音也该是时候开启了 那影响了翠迪的振脱 是一首能够呈现自己实力的歌曲 汪苏龙翻唱持修的血肉 应该也要展现自己的改变能力了 不能再被网友评论说 争夺第七名这种冰液成像了 海莱阿牧翻唱的雨拳的南道 这三位歌手都选择了极具挑战的歌曲 二手玫瑰同样没辜负众望 选择了青藏高原原唱李娜的歌曲 嫂子送 这首歌曲听起来呢 没有青藏高原的红尾辽阔 也没有和青藏高原的高音部分 但却有很多改变的空间 并且歌词也接地气而 原本是民俗唱法的对嫂子的恭敬诉说歌曲 二手玫瑰一定能呈现一个不一样版本 相信又会成为第二期被争议最多的歌曲 而杨成林也希望告别自己第一期 被网友议论差点破音的现象 将翻唱林俊杰的高难度歌曲 不为谁而做的歌 这个歌曲很适合杨成林这种小嗓去诉说 但是一般都是林俊杰翻唱别人的歌曲奔神 很少有人翻唱林俊杰的歌曲能被网友认同 其实杨成林可以学习张韶涵当年翻唱一首 小众高音作品阿雕那样成为爆款 尽可能让更多观众听到不同面的杨成林 这次选林俊杰的歌曲不一定会获得好评 节目最精彩的部分应该会在第三期 开始有歌手踢馆的时候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关注这个直播节目 更多音乐歌手内容提前更新 感兴趣可以跟